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是不受伤的话 我们这个解说席还请不到你 大家都知道刘海龙是参加了第一届的中国功夫队泰国职业泰拳的争霸赛的 在天河体育场这里 大家可能印象还非常深刻 刘海龙是两次把对手是摔出了护绳之外 是一时传为佳话 到现在我想观众朋友还是记忆犹新的 好了 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场比赛呢 就是56公斤级的比赛 中国的选手呢 是来自徐州的张庭斌 我先来自徐州的张庭斌 我先来自徐州的张庭斌 那么这个比赛呢 是一共是进行五个级别的比赛 分别是56 60 65 70 75公斤级别的这个比赛 首先进行的是这个60公斤级的一场较量 60公斤级 中国队出场的是李海铭 泰国选手是拉贤西皮音 太阔选手拉贤西皮音呢 今年28岁 他最擅长的呢 就是引导左交叉拳 他曾经142次获得比赛里面 是116次获胜 26次是输了比赛 有52次是直接击倒对手 他曾经获得过 WBA世界赛的这个冠军 另外在亚洲争霸赛里面也是获得了冠军 中国选手李海铭2005年武术三打俱乐部冠军获得者 他也曾经在05年的中国武术三打 王国王的争霸赛里面获得了冠军 那么这个比赛呢 是采用五局三胜 但是呢 必须打完五局 如果在前面三局里面已经输了的选手 在后面两局的这个比赛里面 能够KO 也就是直接击倒对手的话 依然可以取得胜利 所以呢 也就是说 给这个 暂时落后的这个选手呢 提供一个机会 现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每个回合是三分钟 这个中国功夫对泰拳的这个比赛 这个有拳 腿 然后肘 还有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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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列海明呢是采用直线腿法进攻 嗯 刚才两局踹在对方的场上 现在列海明呢是用一个 下潜暴体摔的摔方法 然后把对方肘肘带定 现在是黑方太拳拳手进攻 嗯 这个泰拳呢 这个他除了拳之外 还有这个腿 膝 肘 也都比较厉害 但是咱们这个中国散打呢 这个除了这个拳击 还有这个腿 再加上一个摔是我们的绝招 是 泰拳呢主要是以膝跟肘 最具有撒伤力 再其余呢就是泰拳的鞭腿 嗯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中国拳手呢 主要是要防守对方的 啊 膝跟肘 嗯 然后用直线的腿法 啊 这个克制对方 就是最最好的就是不要让对方 能够进身 靠近对 一进身的话对方的这个膝啊 好的 这个一个边腿 现在列海明打得很聪明 然后一先用这个直线腿法控制距离 嗯 然后呢用这个边线动作 啊 进攻对方 嗯 好的 一个抱腿摔 这个真的是迅雷不及掩耳啊 嗯 啊 这个泰拳呢也是这个腿也是非常的快 啊 但是呢这个李海明呢应当说出手更快 这是刚才那个动作就是李海明呢用中国武术散打最快 嗯 啊 这个这个接腿摔 嗯 这样子 嗯 哦 一个抱摔 这个特点出来了 这个特点出来了 中国三盘的这个特点出来了 啊 对 用腿保持距离 看来这个 呃 泰国选手龙猜呢应当说还是相当的沉着 啊 它也就通过几年的交往 到现在已经是第五届通过这个四届的这个交往啊 应当说互相之间呢 对对方的这个打法呢也都是更加了解了 所以呢也都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 好 第一回合三分钟结束 从第一回合比赛一开始啊就打的这么激烈啊 这个按照比赛的这个规则呢 中间啊 休息呢是一百二十秒 但是第一回合入啊就是五局的这个比赛 你你第一回合打的这么凶的话 会不会体力的这个分配上有点问题 呃 刚才呢中方李海明呢打的是采取了直线控制对方的距离 嗯 然后呢用架前奥底摔用快摔克制对方的进攻 嗯 然后呢跟对方保持距离 防止对方的走于膝 但是呢节奏呢一定要控制住 因为比赛四五个回合 对对对对 一定呢在第一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 第四个回合第五个回合当中呢 都要适量的分配自己的体能 对对对 啊 如果说你过击了过击又过击的话呢 他就把体力消尽 那就很麻烦到最后 对所以呢李海明刚才打的呢 就是说用快摔抱腿摔 嗯 然后呢 基本上是占有很大的优势 嗯 嗯 这个应当说第一回合 进入状态比较早 而且呢状态也比较好 技术的使用也比较合理 所以在第一回合里应当说明显的是这个 李海明呢是占有这个优势 但是正如这个刘海龙所说的 呃 这个体力的这个分配上呢 恐怕还是要从五个回合来综合来考虑 嗯 第一局中方李海明贺胜 嗯 因为中国这个 中国这拳手 经过这次四届的 呃 中泰对抗赛 这是第五届 以前呢就是中国拳手呢 主要是呃 要他的 体力 就是体力跟这个力量 嗯 还有杀伤力 嗯 现在呢经过这几次交流呢 中国拳手都会把这次控制的很好 对 会很好相信 对 就是我们的这个抗击打能力也增强了 对 好了 现在准备第二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个是第五届 中国功夫 对泰国职业泰拳争霸赛的比赛的实况 嗯 大家听到的 这个我们请到的 这个 嘉宾解说 啊 就是 世界冠军 中国超级散打王刘海伦 看来这个龙猜呢也是 呃 对这个李海明 啊这个 拉贤西批因呢 啊 泰国选手是拉贤西批因啊 28岁的选手 李海明呢 啊 刚才又想这个爆摔 但是看来这个泰国选手呢是有所防备 经过第一回合的这个较量以后呢 双方互相之间也有了一些了解 所以第二回合比赛 既是从体力的分配将来考虑 另外呢也从战术的考虑 双方打的就谨慎了很多 现在看来李海明还是应当尽量避免让这个对方来近身哈 刚才李海明用一个暴时摔把对方摔在地 这个他虽然是单膝跪地也应当是已经是摔倒了 对 比赛规则呢他是除两脚以外任何部位着地 就算倒地 对方倒地一方就会失掉两分 刚才李海明用一个直线的高踩踩踏对方的投作 对 但是我看到他这个出腿和收腿的一个速度啊 还是稍微慢了一些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真的可以看到在体力上 在体力上还是要要注意保留一下体力 因为看这个泰国选手拉弦啊 我应当说这个小伙子呢还是相当的壮实 在第二回合的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李海明呢 更多的是采用了这种这个防守的策略 这个打防守反击 李海明用一个快速的下枪高手塞把对方塞到在地上 这个有的时候直接进攻 有的时候是防守反击 战术非常成功 还有 李海明像这种情况是自己脚底滑倒摔倒这个丢不丢分 也丢分 这属于自己动作失误 也要丢分的 李海明第二局呢主要是用这个游记打法 保持体力游记打法 在打防守反击为主 他刚才就用的前两个下枪高手塞呢 直接就可以克制对方的拳 然后呢又用成功的摔法把对方摔倒在地上 一举两个又得分 又防止对方的拳打到他 对 在有效的时候呢 李海明又鞭腿去动打对方 看来这个泰国选手对这个摔啊 还是不太会用 在比赛里面我们看到泰国选手 基本上没有这个摔的这样的战术意图 但是呢就是说防我们的这个中国选手的这个摔呢 他好像办法也不是很多 他往往顾了这个出拳 就顾得了上顾不了下 所以就是下方呢这个腿呢就露出这个破绽 李海明在平常训练中也比较喜欢练自己的吸法跟走法 看在他比赛中跟泰国选拳抱在一起 其实也用了几个非常有刹伤力的吸法攻击对方 第二局比赛中方李海明获胜 现在2比0了 五局三胜 但是要打满五局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第五届的这个比赛了 第一届呢是2001年的9月份 进行的这个比赛 当时呢进行的是七个级别的比赛 那么中方呢是5比2获胜 第二届是01年的12月份在曼谷 黄甲田广场进行的这个比赛是进行了五个级别 结果在第二届的比赛里面 这个泰国呢是4比1获胜 第三届呢是02年的时候 在广州体育馆 进行了七个级别的比赛 结果呢是中方6比1获胜 第四届又是在曼谷进行的 进行五个级别 那么中方呢是3比2获胜 时隔两年之后呢 第五届比赛是在广州天河体育馆进行 好了第三届比赛开始了 看看第三届的情况怎么样 第三届比赛一开始呢 李海铭采取主动进攻 从三届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李海铭节奏把握的还是不错 第一届比赛是跟对方打对攻 第二届呢采用防守反击 进行了一些调节 第三届比赛开始以后呢 一上来以后就先猛攻 把对方的这个气势先压住 这个按照教练的要求呢 就要求李海铭呢 还是要这个突出一个筷子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泰拳呢 这个出拳是非常重的 双方同时倒地 这个是不得分的 不得分 现在李海铭主要是用前点拳 控制对方的距离 然后呢用直线腿法 保持他李海铭自己想进攻 对方的一个有效距离 然后呢有机会用边腿 还有拳法来攻击对方 嗯 现在呢可以看 这个泰国拳手呢 对中国的快摔还是 防备还是不是很足 对对 刚才俩没有一个快速下掌摔 把对方塞到在地 得了两分 直线腿法控制距离 民旗站 又是一个抱腿 好的 嗯 现在这个李海铭的这种打法 应当说让这个泰国选手 他这个腿的这个攻击啊 发挥不出来 你你出腿的话 我就有机会抱你 嗯 你只要出腿我就快摔 对对对 然后你打拳我就下血抱腿 然后用直线动作 控制距离 然后有机会攻打对方 这有完全呢 是贯彻了教练的训练方案 嗯 刚才李海铭一个鞭腿 加摆拳 嗯 那么缠暴在一起呢 是呃 呃 呃 裁判就要把双方分开继续比赛 在缠暴的过程当中 互相的击打呢 是不得分的 随着中国功夫和泰国职业泰拳的这个交往啊 呃 双方不断的呃 认识对方的这个项目 为了能够达到这个公平进行比赛 呃 在规则上呢也不断的进行了调整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 双方体力都有所下降 对 现在裁判 呃这个教练呢 也不断提醒这个李海铭啊 把手架起来啊 要防止突然对方出一个重拳啊 如果要是KO的话 也就相当麻烦 所以在防守上还是要特别注意 第三局比赛就要快结束了 第三局比赛结束 这一局比赛 从这个场面上来看 呃 李海铭应当说还是 但经过三个回合的比赛 像以最早的时候 2001年参加第一届 中国工夫队 泰国直接泰拳的时候 教练员只要贯彻前 是以前 以取胜 以点数取胜 取胜为主 现在呢 经过四次的较量 现在呢 中方运动员呢 也采取 以力量性 来控制对方 以杀伤力为主 前三军如果说 取胜 那后面两局呢 首先是保持 扩大领先 保 要 要保证 不让对方给KO 然后呢 有机会KO对方 现在是这么个战术 对 这个也就是说 后两局的这个比赛里面 防守更加要强调和这个重要的 有 有机会是 有机会的话就要出手 对 但是首先呢 是要保护自己 对 好 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是 刘海伦的 刘海伦的 刘海伦的点评 好 第四局比赛 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啊 李海明啊 又是一个爆栓 虽然非常的低啊 但是还是被李海明抓到了机会 信心很足 这个李海明信心非常的足 连续出腿 保持距离 对 又是一个爆栓 今天这个选手 拉贤西匹因呢 对这个下三路的这个防守 真的是有点无可奈何 因为这个李海明啊 出手太快了 头部的防守 嗯 现在这个是不是体力下降以后 这个方拳架的有点低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保持距离还是非常重要 不要让对方近身啊 还近身的话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的情况 好 哦 太过拳手 这体力下降的也非常厉害 他出的拳呢 已经是抡起来 没有什么力量了 还是有重拳 这也是防守的一招 现在不要多的 用多的方法去摔对方 嗯 这样会消耗体力哈 对 不要跟对方长抱 嗯 还要 保持距离 对对对 用腿 用腿 踹 用直线动作 好 哎 哎 哎 好 好 哎 走走走 往前走 哎 这个中国运动员经过这几年的锤炼以后 抗击打能力也确实是增强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泰拳的腿是非常的厉害 但是你如果要是按照现在的体力情况 让泰国选手出现那种高体体的情况的话 恐怕也比较难 体力下降 同时摔倒不得分 现在作为厉害的人来说就要特别防止泰国选手重拳出击 还有十秒钟的时间 第四回合比赛结束 听到说第四回合 李海明的这个防守呢是相当的成功的 主要也是泰国选手拉弦 它的这个体力啊消耗的太大了下降的非常厉害 在前四届的这个比赛里面啊 前四届的比赛里面啊 六十公斤级这个级别呢 我们中国选手呢也输了一次 其他三次呢都是中方获胜 就是在这个第二届的时候 第二届的时候在曼谷进行的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里面上空中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最后一次最后一场比赛中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那么56公斤级的比赛呢 李海明对的是泰国的龙猜 李海明对泰国的龙猜 龙猜呢是26岁被称为是非西天王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面 他的这个膝盖啊 这个功夫根本就发挥不出来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可以看到在第一局的第一回合的这个比赛里面 李海明就主动出击发动猛攻 这样也就牵制住这个龙猜 也使他就是全力进攻 这样呢 尽早的消耗了这个龙猜的这个体力 所以从这个今天战术的安排上来说 李海明呢是非常成功的 看来这个龙猜啊连这个躲闪的力气也没有啊 每一回合是三分钟的时间 现在比赛胜中三十八分钟的时间 现在好像双方主动出击的这种这种底气都不太足了 因为现在呢 李海明已经赢在前四场的比赛的 前四局比赛的胜利 那么他最后一在记忆局中呢 在最后剩下不到20秒钟呢 只要能站立然后这场比赛 因为对方就KO然后就这样能获得比赛胜利 所以呢像现在比较打到防守 然后在最后的10秒钟李海明发生性能进攻 现在看来泰国选手 从猜的这个KO的希望也没有了 那么比赛已经结束了 可以说今天的比赛一开始 李海明就把比赛带向了高潮 打了一场漂亮仗 李海明今年22岁 他这个打完了这场比赛以后 也是显得相当的兴奋 李海明取得一场非常漂亮干净的胜利 5比0 看来这个泰国选手呢 对这个抱腿摔啊 还是缺少有效的这个防守 展开四场比武为60公斤级的中泰武林对决 掌声有请泰方武林高手拉弦西匹音光荣出场 接下来进行的是60公斤级的比赛 60公斤级的比赛 泰国选手是拉弦西匹音 拉弦西匹音今年28岁 要与泰国英雄对美全台的 正是这一位散打王老将霹雳雄张云斌 去哪里 你本来以后 你把这些比赛律的货币 打王兰胶 一点点 打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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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比赛従人 打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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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选手是被称为霹雳首的张庭斌 张庭斌今年23岁来自徐州 他是2006年首届国际武术国际争霸赛的轻量级冠军 在第十届全运会上他是获得了亚军 那么裁判告诉双方 是不能够击打对方的后脑以及当部 在每次进行比赛之前 泰国选手都要做一些祈祷的仪式 那么根据双方的协议 泰国运动员他们做祈祷仪式是允许的 但是时间上要控制 原来曾经规定可以三分钟 现在的规定他们只能有一分钟的时间 好了 六十公斤级的比赛 中国选手张庭斌对 太古选手拉贤西匹 一上来两摔了 张庭斌这个拳手的史诗心会形 他刚刚一上场就用两剂下潜抱腿摔 把对方摔到这边 有效得 得到两个有效分 另外他身高有一定的优势 身高有一定的优势 已经是三摔了 双方还没怎么接触 已经是这个太古选手三次被摔倒 这是刘海龙王 他看到了 他现在是这个ANGIP 我看到了 然后他现在是这个ANGIP 我看见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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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泰国选手,因为他比较壮实,应当是出拳会非常的快速,有力,但是他要近距离才行,你看我感觉到他始终是,就是他拳收得很紧,就是怕这个近身的时候他出重拳。 张庭平的个子高,一定要有个高必长的优势,但对方保持距离,因为对方比较矮,而且胳膊比较粗,所以他是力量上的选手,所以在打两个对抗中一定要保持距离。 手长腿长 张庭平用一个靠近拍的动作,把第二个赛在对面。 这个,在近身的时候,所以张庭平还是要防一下对方的膝盖,要特别注意一下。 看来,两个人使用的这个战术完全不同啊。 因为张庭平的个子比较高,然后对这些。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你上来以后,又是一个摔。 张庭平还是用一个下眼摔把对方摔得高低。 张庭平的预算演奏。 张庭平和他将设计判. 张庭平时 items ages。 张庭平时不是等于市场主场。 张庭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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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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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腿快捎 又一个 没抱起来 张景彬在现在的比赛段来看 要保持 自己的跟他对方的距离 然后不要过多的去摔对方 这很费体力 因为现在还是 第二局的比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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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彬在这边 想要再用到的吸法被张景彬抓到阻招 好 张青彬 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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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被抱住 张靓敏也非常的聪明 反应很快 这个拉住了蓝绳 没有被对方摔倒 进身要特别小心 张靓敏要注意自己投过的防守 刚才连续几拳击动张靓敏的投过 现在一个提膝过低 然后激动了张靓敏的当部 像这样太阳光学手是荡规的 其实在第一回合的比赛里面 他已经有两三次是被激动当部 同时摔倒不得分 张靓敏现在一定要注意自己体力的分配 现在仅仅是比赛的第二局 第二局对 太阳选手一到这个近距离的时候 她这个膝盖的这个特长就出来了 现在泰国拳手拉贤CB是逼上来打 张鑫威要注意体力的 刚才一直统成机会在张鑫威的腹部 因为张鑫威要坚持 注意体力的分配 要坚持张鑫威 好了第二回合结束了 张鑫威从第一局开始上去占了很大的优势 但是从第二局慢慢慢慢的到最后变成了被动 所以张鑫威在第三局的比赛一定要注意节奏 要利用自己的身体的优势控制距离 然后不让对方猛攻 他这样和张鑫威也要很少的用摔法去摔对方 这个第二回合的这个比赛 感觉到张鑫威是不是打的稍微有点饱躁 因为他前两个回合摔法都用太多 所以他体力大度下降 那么应当说对张鑫威来说 第三回合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了 这个既从体力上来考虑 另外在激战术的使用上 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局 从第三局来看 张鑫威一定要把节奏控制住 保持好体力 不要跟对方老去摔 嗯 既然在前两个回合呢 张鑫威呢是占一定的优势 但是正如这个刘海龙所说 也存在着一些这个隐患和值得注意的地方 中间的休息呢是一百二十秒的时间也就是两分钟 一般呢对于这个五局的比赛呢 作为运动员一定是有一个这个体力的这个分配的问题 如果要是分配不好的话 也可能会前功尽弃 好了我们再看看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可以感觉到明显的泰国选手拉前CP 那是加强了进攻 主动进攻而且力度也加强 现在张鑫威呢不要跟他过多的是这种摔 嗯 就包括这种强力禅暴的话也应当避免 因为你自己消耗体力太多嘛 泰国选手还是尽量的争取能够近身 然后呢用这个出重拳或者是用这个膝盖 刚才那泰国选手用膝盖撞 撞挺平的大腿 其实张鑫威呢一道近身对方与使用膝盖的时候 张鑫威防守的措施上好像还不是特别好啊 哎 这次呢就是注意防止对方的这个膝盖了 张鑫威在擂台上呢现在的表现很被动 嗯 因为呢泰国对手泰国拳手不让张鑫威去强暴 不让他抱着 张鑫威现在的体力受影响 对 很下降 然后呢被防守对进攻的力度都减了很多 对方是紧逼啊 平常把这个张鑫威呢是逼到这个脚上 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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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起来 裁判数到9 张庭斌举手就要继续比赛 但是现在的这个体力还没有能够马上恢复 显得软绵绵的 而这个泰国选手拉弦吸拼音呢 就是采用这个膝盖又一次顶到 泰国选手呢 在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以后呢 争取晋身 现在这个张庭斌呢 已经是抱不动了 泰国选手看到时机来了 还是采用这种紧逼 张庭斌用腿来保持距离 一个勾拳没有打到 第三回合还有36秒 还有20几秒钟的时间 第三回合 现在张庭斌呢 是采用这种缠暴的时候 缠暴的办法呢 还是能够喘一喘气 要防止对方的膝盖 第三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 结果是张庭斌摔倒了 第三回合比赛结束 因为刚才的比赛过于激烈 我没有看清泰方拳手呢 用西法是击中了 张庭斌的当务 还是大腿 大腿 还是小腹 张庭斌呢 现在跟他一抱在一起呢 害怕对方 屡次用西法 撞击张庭斌的当务呢 现在张庭斌有些心切 有些心切 但是呢 这个我想裁判要 当务是不可以用西 对对对 是犯规的 现在裁判正在紧张地 做着统计 我们看看第三回合 对方的提息呢 有点过低 直接击中了张庭斌的当务 这一局中呢 最少有两次是这样子 第三回合是泰国选手 获胜 比赛二比 您刚说的话 体力的这个 跟队实用上 我觉得泰国选手 还是安排的不错 因为呢 中国的选手 要用摔法 去克制对方的拳法 跟对方呢 那些胸腿有力的鞭筷 那摔呢 质的力量就比较大 所以呢 导致张庭斌的体力呢 比泰方运动员 下降了快 但是看来这个泰国选手 拉前西冰呢 他主要的还是要打近身战术 他如果不近身的话 他的这个力量 放发力 包括他的膝盖 这个技术呢 都发挥不出来 所以呢 对于张庭斌来讲呢 还是要 这个避免跟对方打近身战 好 第四回合 相信这个泰国选手呢 因为在第二回 第三回合的比赛里面呢 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了 所以从这个形式上来分析的话 泰国选手还会是坚持这样打好 你看 这抗击打能力非常的强 任凭你张庭斌出拳 泰国选手呢 就是不停地在往前逼近 张庭斌呢 要用拳法来控制距离了 对 这还是要往外顶一顶吧 对 你不顶出来的话 没有攻击力 这样泰国选手步步紧逼 一个近身 这个得到机会以后 就可能会 张庭斌举手了 这个因为张庭斌发现了 这个泰国选手拉贤西 不走啊 掉下来了 所以他提醒裁判呢 这个拉一拉对方的这个护肘 因为护肘呢 说明张庭斌事情非常有直接的 因为护肘呢 不是保护自己的 是保护对方的 对 对对对 又是一个漂亮的抱摔 又是一个漂亮的抱摔 啊啊啊啊啊 张晴斌的像这种动作呢 但现在比较中还是不要过于去用 因为这样的耗费体力太大 对对对 因为还有一个回复 别跟他那样 打他 好一个直拳 这个直线回复 啊啊啊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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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今天啊 张晴斌的这个摔啊 还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要防止对方的膝盖 这个不断的总结经验啊 张晴斌在对方近身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对方的这个膝盖 这次呢没有能够取得效果 这样第四回合比赛结束了 在第四回合的比赛里面 因为这个张晴斌呢 有两次明显的将对方摔倒在地 应当说张晴斌呢 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对方一提膝 马上把对方摔倒在地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张晴斌的这个摔法呢 使用的还是相当成功 尽管制作为主要的 对方摔倒在地 是因为在首尼的 或许多年 有限度的 尽管制作为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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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定的声音 好 这是 泰国选手对中国的这个摔法看来还是不是特别的适应 就是防守上防摔啊 这个防守不是特别理想 好了第四回合呢也是张庭斌获胜 这样张庭斌呢现在是三比一 三比一 还有最后一个回合 不出现技术性击倒的情况之下 张庭斌将取得比赛的胜利 那么对于泰国选手拉弦新拼音来说 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了 就是击倒对手 中国加油 中国加油 加油 好第五个回合 最后一个回合了 作为泰国选手也只能主动进攻了 只能主动进攻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看看这个张庭斌的这个防守情况如何了 防止防膝盖 在缠包在一起的时候就要 特别防止这个拉弦新拼音的这个膝盖 太阳运动员 他用他的吸法撞击张庭斌的大腿 现在这个泰国选手呢非常的明确 就是说近距离缠抱以后 用脚保持距离好的迅速散开 两个人同时摔倒了 张庭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体力分配 对 还有一分三十七秒 最后一个回合还有一分三十七秒 张庭斌的这个拳套松了 现在人员把他在这个拳套呢再绑一绑 这个时候呢比赛的时间是挺表的 还有一分三十六秒 应当说这个时候双方都得到一点机会 喘喘气 这个泰国选手拉贤西拼音呢 这个抗摔打能力是真的是非常的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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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继续比赛 张庭斌的这个阶段时间是准备的 拿了一个暴击赛把队用赛在地 现在作为泰国选手呢 是需要抓紧时间 还有一分二十五秒的时间 目前呢他只有是技术性击倒对手才能够取胜 否则的话已经输掉了 所以现在这个泰国选手呢是步步紧逼 泰国选手这个拉拳西拼 用了非常猛烈的动作来指这个张庭斌的这个肘 原来是张庭斌的这个护肘呢又掉下来了 观众以为是这个他在这个抗议什么东西 而且呢这个泰国选手拉贤西拼音呢 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还经常会露出一些笑容 做一些动作好像这是他是摆出一种陪练的架势 做一些鬼脸 做鬼脸 这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张庭斌要特别的小心 张庭斌也让他弄得没办法 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拳了 还有二十几秒的时间 这样的话就让这个泰国选手不能够近身了 泰国选手最后好像是在表演 在斗这个张庭斌出拳 张庭斌呢在18秒钟呢就可能是比赛的胜利 所以张庭斌并不急 这个泰国选手拉贤西拼音呢也是主动认输了 这样4比1张庭斌呢上了泰国的拉贤西拼音 比赛开始以后 中国队呢已经是取得了两场比赛的胜利 分别是56公斤级的李海明和60公斤级的张庭斌 这位泰国选手拉贤西拼音 非常的可爱 他在这个拳台上呢是 这个非常会表演 在比赛落后的情况之下呢 他也是面带笑容 甚至在拳台上跟对手呢开起了玩笑 接下来进行的是第四个级别的比赛 70公斤级的比赛 泰国选手出场的 是披塔信 披塔信有88胜10负的这样的战绩 其中15次是击倒对手 在70公斤级级里面 出场应战的中方选手 是来自杭州的徐延飞 徐延飞 赛号 前堂高 徐延飞身高是1米76 他的摔法比较熟练 在第十届全运会上 他是获得了70分钟级的冠军 今年的全国三打锦标赛 他也是获得了冠军 在拳台上 这个泰国选手的祈祷仪式还没有做完 他们这个祈祷仪式呢 这个真的像这个泰国的舞蹈一样 非常的优美 他们做的这个动作呢 也是有一定的含义的 有的说他们是在拜四方 有的说是拜祖先 有的说是这个拜父母 总之呢里面包含着很多的含义 在这个泰拳的这个比赛里面呢 泰国选手的这个祈祷仪式呢 会做得很长 也是这个必做的一部分内容 像泰方运动人做这些东西呢 他一方面也可以起到一个 准备活动的作用 就是拉拉筋骨 对对对 咱们中国选手有没有创造一套 也是可以做这种热身的这样的活动 因为在上场之前呢 每个运动员都有热身活动 像慢跑 然后踢沙包 打脚把 都是还有两个人相互对抗一下 稍微对抗的稍微对抗一下 用这种方式来起到一个热身的作用 就活动一下另外一下提升一下这个这个竞技状况 好了接着进行的是七十公斤级的较量 中国选手 徐延飞对泰国的抵塔信 从体现来看呢 这个泰国拳手 好像没有什么肌肉 但是往往这种选手 他灵活 灵活 爆摔 哎呦 第一回合比赛刚刚开始 双方呢都是比较谨慎 互相之间要呼吸一下 两次防抗摔 泰国选手 对这个中国功夫的这个摔法呀 还是不太习惯 这个也有一个原因 可能是就是 进行了四届的这个交流以后呢 中间停了两年 好像在这方面又有所争输了 这种情况扶住了护绳这个不算摔倒 啊 抱腿 然后 发现对方要用七攻击他 然后顺利把对方摔倒 嗯 续言飞 说号 前堂刀 为了防止被摔倒 泰国选手 批塔辛呢 也是死死地抱住了学院队 防摔 这个是泰国全手恐怕是下一个就是在下一次这个争霸赛之前呢 恐怕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现在啊这个作为中国功夫和这个泰拳啊都在努力使这两项运动啊走向世界走向国际 现在呢在泰国也成立了世界泰拳这个舞员会 第一回合结束了 新元飞呢在比赛当中不要过多去长暴对方其实呢有很多机会可以用拳击打对方的 第一回合打得稍微谨慎了一点是吧 新元飞劲儿还不小三次把对方举起来摔下来 新元飞劲儿还不一样 确实是第一回合考虑摔这个多了一些啊 全出的少 第一回合是徐岩飞获胜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第五届中国功夫 对泰国职业泰拳争霸赛 第四场比赛 七十公斤级徐岩飞对泰国选手批塔信 今天在我们解说席上我们请到了世界冠军 中国超级三大王刘海龙都一起来给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 这个感觉到刘海龙今天坐在台下 有点这个好像跃跃于市的这种感觉上不了场啊 好像就是有点在下面着急 当然这个作为你是参加两届是吧 参加了两届 第一届和第三届 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隔开来算的话 那一三五第五届你也应当上场吧 明年吧 明年第六届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七十公斤级徐岩飞和批塔信 第二回合的比赛 第一回合呢是徐岩飞获胜 这个泰国选手也是发力 想这个把这个徐岩飞抱起来 但是徐岩飞呢是顶住了 泰国选手批塔信呢光顾着飞腿了 徐岩飞正好抓住对方的这个特点呢 不断的这个对方一出腿迅速的抱住 批塔信呢还是希望能够近身 发挥这个膝盖攻击的威力 这样徐岩飞呢是始终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如果抱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跟对方要抱紧 刚才好像对方用膝盖撞到了徐岩飞的下巴 这样的话如果说用膝盖撞到下巴的话是犯规的 这样子的 徐岩飞倒在地上了 这是属于瞬间的这个缺氧休克我们看看怎么回事啊 这是膝盖顶住了这个镜头没有看到啊 好像是有一个撞到了徐岩飞的下巴 撞到了徐岩飞的下巴 看看这里哦对对对膝盖刚好顶到下巴 刚才是太阳总员用西方加东方总员 今天我东方总员 再来等一下等一下再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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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获得冠军 虽然两次获得冠军呢 但是对于这位年轻的表象来说 比赛的经验呢 还有待进一步的这个提高 那么这次呢 为了选拔参加中泰争霸赛的这个专手 他就是临时参加了这个国家的这个集训 在国家集团队里面 他的这个表现呢 还是相当出色的 以这个全面的技术 冷静的头脑 以及良好的状态 被选拔到 这个今天晚上的比赛里面来 裁判再向两位前手交代一下 不准机后脑和当步 好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加油 加油 江春鹏对林达干 对这种相对大一点的级别的比赛 比赛过程当中注意一些什么 其实级别增大呢 每一个人的力量都会增大 所以在比赛当中呢 一旦被对一帮对一帮打中的话 就很容易被打到 所以在大级别的岛呢 就是要讲究时效 所以这样的话 在这个林达干 技术性击倒 这个愿玉堡也就不奇怪了 很容易的事情 泰国拳手呢 在四年以前 击败了中方拳手 但四年以后的今天呢 他现在来看 没有那么好的状态 因为他已经 高级级可能已经过了 但是还要注意 但是老运动员呢 有些老运动员的经验 到这样子 对对对 现在江春鹏是主动进逼 好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的时候 看来这个江春鹏还是力争能够主动 而这个泰国选手 还是处于一种观察阶段 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江春鹏在这个主动进攻的情况 泰国运动员他的走步 特别后手的走步还是一定要防住他的 这个肘肌是他一个非常处处的特点 衰那绝对是中国功夫的这个拿手好戏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泰国选手 这个抗衰的能力也比较弱 今天泰方这个选手好像就没睡醒一遍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了 从第一回合的比赛情况来看 应当说江春鹏还是战友接主动 Ā方这个选手 预论 你们来看取所期待 有冠状的嘉心 莫好军式 �纠十三十四国的 纳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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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